今天麻辣下午茶为您请到的这位嘉宾 他年纪轻轻的就创立自己的家具品牌 他的设计充满了活力 极简又有活力的线条 让你的家中不是单纯的摆设了家具 而是充满了品味的艺术创作 今天带您来认识家具设计师Nolan Neu Nolan你好 你好 你好 谢谢 那么其实我是先认识你的家具才认识你的 我先是看到你的家具才认识你的 然后没想到说是一个很有 也是一个很有型的设计师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知道你年纪很轻的时候 你就创立自己的品牌了 Nolan Neu Design 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Nolan Neu Design Nolan Neu Design是 这是我第十年的开工 29岁开始 像我去 我有住在欧洲住了差不多四个月 那时候我在法国跟意大利西班牙那边 我看出来他们那边的家具比较流行 是 线条不一样 线条不一样 而且看出来跟他们的想法 就是说家具跟衣服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要搭配的 要有讲求它这个时尚潮流的 对 对 OK 开一个就是说 我设计的家具 想要欧洲的风格 配到美国的 就是说做起来比较舒服 Lifestyle 对 这样我看起来比较有意思 所以就是说是欧洲的这种时尚风格 但是又可以搭配我们 在美国生活的一些生活方式 那所以 所以也就是造成说 你这个家具真的看起来像 本身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尤其是你的椅子 沙发 就像我们刚刚有说 你的沙发其实就像一个中心 对 那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这样子线条的设计 不过就像你说的 在美国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你通常客人去买你的 这个家具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说 那我要怎么样去 去配 对 什么要去配我自己 已经原本有的一些家具呢 大部分家具是 对 第一个就是这沙发椅嘛 因为沙发椅是 the centerpiece 在客厅的里面 然后他们换的这种家具 这沙发椅是本身就是说 配上颜色是最重要的 颜色 配色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配的颜色 对 不管你里面客厅 你放什么这桌子 可以配出来 就跟差不多像女约 很多人他们穿个夹克 但是有跑鞋 看得出来这是有一点流行吗 是跟家里的一模一样 所以你觉得家具设计是需要 讲究流行 讲究潮流 讲究设计的 不是只是实用性而已的 不是只是说 functionality right 有一点一点 因为你看 都要有 都要有 因为你买一个沙发椅 如果说坐得不太舒服 也没有意思嘛 所以像我的品牌 就是说沙发椅是从 欧洲的设计的 配美国的 就是坐起来比较舒服 像我们自己 像我们开一个车 或是穿的衣服 都是想看 是不是现在的流行吗 是 但是现在看是说 家里里面比较 很多人他们讲 如果我的车子是开 是这个样车子 我穿的衣服是 这个样车子 像我家里面 应该配出来全部 没错 你的一系列个人的风格 其实也要显示在家具 家庭的摆设上面 对对对 那我就让我很好奇 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了 你是怎么样去 接触到这个设计的 这个领域呢 因为我的设计时候 我像我 我很喜欢车子 然后车子的时候 他们每一年在换嘛 跟衣服一模一样 是家具换得比较慢 但是我想像宜家一模一样 宜家换的 他们觉得就是说 每一个人他们喜欢 他们家里就比较便 对偶尔要便一下 要又便一下 这样子就比较 比较fresh 对对 所以新年呢 就是住出来比较舒服 对就是不能老是一成不变嘛 对 有些就像换衣服一样 有个潮流 有个季节的时候 就跟他要换一下 跟着这个季节走 那我也很好奇 你的这个背景 你的成长背景 你刚刚有稍微跟我提一下 你说你的爸爸是香港人 妈妈是台湾人 我是华盛顿特殊长 OK 华盛顿 OK 所以后来为了念大学来到 洛杉矶 我是去艺术中心 去读这个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那怎么会去走到家具设计呢 家具设计就是 我那时候 我很喜欢家具 因为我从小我看我公公 他是在做实木的家具 他会做柜子或是银子 所以我看了我觉得是 一定是我从小看了我公公去做这个 然后想到我长大的时候学 去学完了产品设计 我想为什么 那时候阿尔森没有读 这个家具设计的那一行 对 他没有专精的这个major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去意大利去学 但是你是用这个 你在阿尔森学的 这个工业设计的一些概念 然后对于这个线条的讲究上 跟一般的家具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 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 因为你的想法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因为你做一个家具的时候 产品设计就是说 如果你设计不太好 人用的不好 是 这家具是一模一样 你沙会做的不好 你做出来也是做 做起来也是不好 所以你在设计家具的 一个几个重要的要点 就是第一个 一定要能够舒适用的好 好用 对于我们的 在美国的一些生活方式 美国家庭 还有我们讲究舒适的 这种生活方式来讲 这是很重要 但是你又希望能够有欧洲的美学 能把这个线条融合在家具上面 让你的家里可以反映到你自己个人的一些时尚风格 对 对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请到你到节目当中来 然后介绍你的品牌 也让我们了解到你的设计的一些概念 那我希望有一天能够 以你的沙发 来装饰我整个 整个家里面的摆设 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了 可以 OK 谢谢你了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